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简单看到了我们的命令返回值 一共五种状况 那接着呢我们来往下学 来学习一下我们Redis相关的一个配置选项的内容 那还记得我们之前在开启我们Redis服务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指定配置文件的形式来打开 来启动 我们也可以带上我们的启动参数 假如说我们可以设置端口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这样来写 可以这么来写 写上一个Redis-Server 可以指定配置文件的形式 Redis-C1F 接着呢你也可以来设置我们的端口号 写上一个-pods6379 默认的是我写上一个6370 你看修改了我们的端口号6370 同样的我在连接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指定 像Redis-CLI 可以指定一下我的主机 localhost 再指定一下端口6370 因为刚才修改了端口啊 你看同样的也成功了 乒乓 包括我们写过的case 一共设置过四个建名 那这是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启动我们Redis服务的时候 通过我们的配置选项来指定 或者说修改了我们的配置选项 写过pot改了我们的端口 同样的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配置文件中 对我们的Redis-C1F 我们的配置文件中来修改我们的配置选项 这是一种方式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启用配置文件的方法 就是在我们启动的时候 启动服务器的时候 指定一下我们的配置文件 来作为参数 作为我们的启动参数 传给我们的Redis服务器 但是也需要注意啊 如果说你在通过启动参数 传递同名的配置选项 就像我们刚才写过杠杠pot 当你使用这种选项的时候 在重新设置值会覆盖你 之前配置文件中设置的选项的值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 登录进来之后 通过其他命令 再不重新启动我们Redis服务器的情况下 来动态设置Redis配置选项的值 也是可以的 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以先打开我们的配置选项看一下 好在这里边呢 你看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像默认的灯口号 6379 我们刚才已经改过它了 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改一下像我们的这个 日志级别 像我们的loglevel 你也可以来设定一下 看默认的是notice notice 我们可以在启动的同时来修改它loglevel 我们先退出一下 shut down 已经退出了 这边已经拜拜了 接着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Redis-server 可以通过 配置文件 把我们的配置文件作为参数 传给我们的服务器 这是成功的 成功之后 在这里边我们再连接 这一次呢就默认连接就可以 6379啊 端口6379 我想得到刚才你看到这个loglevel 配置选项的值 我们如何来得到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命令 configure 接着get 得到一下 配置选项的值 loglevel 你看 得到的值 返回的是不是一个多行字符串的一个形式 第一个代表我们选项的名次 那第二个就是我选项的值了 你看得到的是默认配置选项的值 同样的你也可以得到configure get一下pot 默认的端口号 是不是6379啊 对 可以通过这样的命令 动态获得 第四个 redis 配置选项相关的 内容 可以通过 动态获得或者设置都可以 动态设置 或者是得到 获取 配置选项的值 可以通过configure get 配置选项的名字 名称 就会得到先按的值 返回的状态中 第一行 你看到这种形式 第一行代表我们的名字 假如说你得到端口 pot 第二行代表的是值 写上的是一个6379 是一个简单的模拟 那接着可以获得 也可以来设置 假如说我们想设置一下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错误级别 默认的是notice 那接着你可以通过configure set loglevel 把它变成我们的其他形式 也行 假如说你写成一个warning 你看到状态回复 是不是一个OK 那接着你在得到的时候 configure get loglevel 是不是就变成了我们的warning 这是动态来设置 可以通过configure set 配置选项名字 加上值 configure set 配置选项名字 value值 成功的话会看到OK 这是获取 下面这个是 设置 也可以 也可以 这也是一种形式 这代表登录进来之后 我们再来动态的设置 或者是获得 也可以在登录的同时 同时来指定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shut down 接着我们指定一下 redis revis-server 如果你在这指定的话 会覆盖你配置选项的值 loglevel 值呢是一个warning 好 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连接一下 获得下 获得一下configure get log level 你看得到的不是默认的这个notice 而是我们的这个level 而是我们这个warning 这样的形式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第三种形式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修改我们配置选项 像你刚才看到的这个配置选项 直接在这里边改完就可以 那现在呢 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redis中相关的配置选项 首先看第一项 其实也是我们修改过的 pot这个不用说了 端口 六三七九 再往下看这儿 像 刚才找了一个啊 这个windows下 你看到的这个啊 配置文件和这个linux下 稍微有点不同 还记得我们在linux下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以守护进程的方式来使用 对 默认是关闭的 接着我们可以开启了 在windows下是没有的 但是呢 你可以作为windows的一个服务 来开启我们的redis也行 接着这个pot六三七九 我们把它拿过来 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我们的配置选项 因为以后我们再做一些高级 redis的高级内容中 也会涉及到我们配置选项相相关的 所以说需要对它有一个了解 好 第一个pot 配置 配置 配置文件 redis 加cof 选项相相关 第一个pot 六三七九 默认的端口 接着再往下 看第二个 第二个在这块看到一个bund 对 bund127.0.0.1 那这个是什么呢 它是绑定我们的主机地址 默认地址就是我们的127.0.0.1 如果没有指定呢 就使用我们当前的连接 把它也拿过来 这个呢 我就不带来给你写了 给你写上相应选项的内容 默认 绑定的主机地址 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 默认是127.0.0.1 好 接着再往下看 看timeout timeout 就是一个零 这个选项是干嘛的呢 我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儿 这个timeout呢 可以看到 是当客户端闲置多久后 它关闭这个连接 默认值是零 代表没有启动这个功能 你也可以设置 假如说多少秒之后 自动关闭这个连接 你可以设置 假如说30秒 这样的形式 那零呢 代表的是没有启动这个选项 是当客户端 闲置多久之后 关闭连接 零代表没有启动 启动这个选项 接着再往下 看第四个 这儿看这个 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的loglevel notice 把它放大一点 这儿 刚才我们失败设置过 这个loglevel是指定日值记录的一个级别 那在redis中呢 可以看到一共这四种形式 一共四种日值 四个级别 第一个debug 第二个verbose 第三个notice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warning 默认的是我们的verbose 默认在这块看到的是一个notice 我们和看一下这个 inux下 你也可以看一下 默认的应该是verbose 那这四个级别都是干嘛的呢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把它拿过来 loglevel 日值的 错误级别 日值的级别 一共四个 这四种 我们可以把它复制过来一下 其实呢 如果英文好的话 直接看一下这个 英文选项的解释 是不是也可以啊 我就带你把它写一下 debug 包括verbose notice 和warning 那debug呢 可以看一下 它是什么呀 一个调试的 很适合我们开发和测试 它有一个很详细的信息 如果你要设置成debug 它会得到很详细的信息 适合开发和测试 那像我们的verbose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代表呢 包含许多不太有用的信息 但比debug呢 要清爽一些 包含 之后我们再看日值的时候呢 也可以啊 针对不同的形式来看一下 包含很多 不太有用的信息啊 但是呢 看的时候比这个debug 要清爽一些啊 接着notice notice呢 比较适合我们的生产环境啊 通知啊 生产环境 第四个warning warning呢 是警告信息 这是我们这个啊 错误记录级别 一共四种 接着再往下 看 还有这个lock fail lock fail这一块呢 可以来看一下 它是指定一下 日值的记录方式 默认为标准输出 你看 默认的stdout 代表的是一个标准输出 如果说我们配置redis呢 要以守护进程方式运行呢 而这里呢 又配置为日值为标准输出的话 则日志呢 会先发送给 发送给我们 向设备上的一个not 这个是在我们的linux下会看到 在linux下会看到 lock fail 知道也才可以 日值的记录方式 默认是stdout 把它拿过来 这个windows下这个page文件和这个linux下稍微有点不同啊 linux下std的out 它的作用是代表日值的记录方式 默认为标准输出 好 接着再往下 再看 这个就很有用了 database16 把它拿过来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的是 我们设置数据库的数量 可以通过page这个选项 来设置我们数据库的数量 默认数据库的数量是16个 它和我们这个my circle中的这个数据库 还不太一样 在redis中呢 你需要了解一下 redis数据库是以编号开始的 第一个数据库呢 是零 所以说你在往每个数据库中存数据的时候 你需要记清 第一个数据库你存的是哪些数据 接着第二个数据库是哪些数据 那默认的呢 也是零 我们可以通过select 再加上数据库的一个标识 连接上一个指定数据库 你可以通过这个选项来配置数据库的个数 默认是16个 可以看一下 简单的带你了解一下 假如说我们写一个 刚才我们所写的命令呢 都是在零数据库中 那现在你可以通过select的命令 假如选中一个1 你看OK了 那接着你再写一个case 看一下这个1数据库中是否有内容 你看empted list of set 空的一个列表或集合 那接着再往下 你再回到我们的零数据库 接着你再写case 这时候你会看到在零数据库中我们存储的内容 所以说这个配置选项是配置我们的数据库的个数的默认的数据库的编号 从零开始 这个也很有用 接着再往下 这一些是和我们快照有关的 就是如何来把我们的数据 什么时候存储到我们的磁盘中 和快照有关的 可以看到在这里边也有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也比较有用 像前几个 把这个拿过来 第一个和默认配置有关的 和连接有关的 连接选项 接着再往下 和快照相关的 那现在你看到和快照相关的 有一个save 接着一个秒数 还有一个1 这是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save900 其实呢 它的语法是这样 save 一个秒数 seconds 接着 有多少次改变 changes 它的意思是 900秒内 有一个更改 我们就会记录到 我们的磁盘中 就是将我们的数据 同步到 磁盘中的一个数据文件里 它的意思是 多少秒 有多少次改变 将其 同步到 同步到 磁盘中的 数据文件里 那现在你看 save9001 代表的是 900秒内 有一个更改 代表900秒内 有一个更改 那现在 那现在 save310 就代表 300秒 300秒内 有10个更改 那最后呢 是60秒内 有1万个更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 把这些数据 同步到 我们磁盘中的 一个数据文件里 这个很重要 接着再往下 再看下一个 在这里边 还有这个 rdb compressant 这个呢 也知道一下 它代表什么呢 代表 指定 存储 本地 数据库时 是否 压缩 我们的数据库 默认是 yes 代表的是 存储 本地 数据库时 是否 启用压缩 默认是yes 代表压缩 那redis呢 采用的是 我们的 LCF的一个压缩 但是呢 如果为了 节省我们的 CPU时间呢 我们也可以来 关闭这个选项 把它设置成 no 就可以关闭了 但如果你关闭之后呢 这个数据库文件呢 就会变得很大 会变得很大 这一点也知道一下 再往下看 看一下 像我们的 db file name 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在我们的这里边 有一个 dump.rdb 那这个文件 是干嘛的呢 其实你在这拿过来 知道这个配置 选项之后 就明白了 这个dbfile name 它是指定 本地数据库的 一个文件名 默认就是我们的 dump.rdb 指定本地 数据库的 就是我们 保存数据的位置 保存到 本地刺盘中的 一个文件名 默认为 dump.rdb 你当然 也可以在这来修改 也没问题 这样的一个 配置选项 接着再往下 看到 像dr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指定本地数据库的一个存放目录 默认是当前目录 指定 本地 数据库的存放目录 默认是当前目录 好 这是我们快照相关的 那下面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我们复制相关的这些 包括再往下 还有 这一些呢 可能在刚开始的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用不到 但是在我们的redis 高级 内容中 我们会用得到 等我们用到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 给大家了解一下 这些配置选项 那现在就不一次 给大家写全了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 把我们常用的 这两块的配置选项内容 给大家做了一个了解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也可以参照着 我们的配置文件 看一下 我们每个配置选项的一个作用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